银行卡的用处太大了 你可以用它来存款取款转账刷卡网上购物等等等等 银行卡方便了我们的生活 银行卡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但是有些刚成年的或者从来没有办理过银行卡的朋友 可能对这方面有些疑惑 不知道怎么办理 或者找不清头绪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说具体的步骤吧 相信看完我这篇经验以后 每个人都能从容地去办理银行卡了 在这里我以办理中国农业银行的借记卡为以 当然其他银行的做法也可以此作为参考 1.办理银行卡需要的东西身份证 2.最少25元钱 1.步骤斜杠方法带上你本人的身份证和最少25元钱 当然也可以更多 去当地的农业银行网点 一般的县城及以上的县市区都会有很多的网点 2.银行内都会有大堂经理 你进到银行里之后找到大堂经理说我要办银行卡 他们会很热情地告诉你具体的做法 一般是先填几张身形表 非常简单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大堂经理 3.填完几张表格之后去服务窗口办理 有些银行需要排队等候 一般都会有排队机 去按一下得到一张排队的号码值 然后做到一字上等候 等到有声音叫到你的号码或者服务窗口上方的显示屏幕 显示了你的号码的时候 你带上刚才填的几张表走到窗口 交给工作人员 4.剩下的工作交给银行工作人员了 你坐在椅子上等候就行了 到时它 它 会让你在好几张表格上签字 你照做就行了 到输入密码的时候会有提示 柜台上有一个密码输入的数字小键盘 你把事先想好的密码输入就行 注意密码是六位数字 按完后按确认键 5.全部办理完成后 你会得到一张银行卡或者存折 如果同时办理网上银行或者其他业务的 会同时得到其他相关物品 比如网上银行的K包等 拿到这些东西后 你就可以起身离开了 6.如果你想办理其他业务 比如信用卡带记卡等等 你可以详细询问银行工作人员 在此就不一一解释了 上面这些是最基本的步骤 非常简单 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